好,下一位嘉賓是誰了,Carol? 下一位嘉賓呢,重量級的是福文林老師 他是中座願望保護二世婚姻家庭學院的神學博士 他是來自台灣府人生博明學院的教授 他會跟我們分享的就是墮胎及人工受孕的倫理 對的,剛才我們聽到Dr.Joyce跟我們說 人工受孕跟基研甚入了哪個比例 比較有些不同了 現在就有福老師跟我們說說這個 還有這句謝謝大家在網上的留言問題 我們一回在Q&A的時間可以回答大家的問題 請大家細心等待一下 好,現在交給福老師 好,那等我一下我把我的PPT叫出來 好的 好,那我們就要用倫理的角度來談墮胎和人工受孕 好,那教會在關於性愛婚姻家庭的這樣的一個價值觀裡面呢 是成熟的愛之後呢,進入婚姻 然後呢,有性行為 好,夫妻之間的性行為 然後生育和家庭 好,這是在教會的價值觀 但是世俗上呢,就把這一切都把它都分開了 愛和婚姻還有性和生育的家庭都把它分開 好,所以在這邊的話 因為教會有很多的文件都談關於性愛婚姻家庭 這一方面的文件很多 那我選的是三份很重要的 其中三份重要的文件 那第一份呢,是1968年的保禄六世 人類生命通譽 那這邊的話,左邊這 來都是這三份的通譽的 這三份文件 然後右邊的話就是他們的重點 所以在人類生命通譽的這一份文件裡面呢 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我們看到 就是夫妻性行為的兩種意義 就是結合和生育 所以這邊呢,特別把它標示出來 是夫妻性行為 就是我們剛剛談到的教會的價值觀 彼此的愛情 男女之間的愛情 成熟之後 然後進入婚姻 然後在婚姻裡面呢 有 就是有愛的結合 所以剛剛 鄧神父也提到了 關於癥結倫理 所以在婚前性行為 或是婚外性行為 那教會都認為這是違反第六屆 不倫理的行為 是不可以的 所以呢 關於談到性行為呢 就是夫妻的性行為 那兩種意義是結合和生育 不可以分開 夫妻之間的結合和生育 不可以分開 但我們會看到分開之後 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那第二個重點呢 就是人工受孕和自然家庭計劃的 倫理價值是截然不同的 人工主孕和自然家庭計劃 人工主孕就是contraception 一般社主會說人工避孕的意思是 它的概念是人工主孕的概念就是 刻意的去用避孕藥 或者是保險套的方式 去阻止精卵結合 所以這個叫做人工主孕 那跟自然家庭計劃 NFP是不同 因為自然家庭計劃的方式是 就是女性的經期 然後有可孕期和不孕期 然後在這樣的自然的情況之下 假如要在嚴正的理由之下 來調節生育的話 那就在可孕期的時候就不行房 在不孕期的時候就行房 所以是自然的方式 所以這兩種的倫理價值觀是不一樣的 人工主孕還有自然家庭計劃 那我們再來看 若安保禄二世的生命的福音通譽 在這份文件裡面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 人的生命有不可侵犯的價值 所以生命的意義是從 受孕那一刻開始 精卵結合的那一刻 他就是人 然後到他自然死亡 自然死亡 所以這是生命 那若安保禄二世也呼籲我們 要去創造一個生命的文化 所以我們可以彼此的團結互助 對於有困難的家庭 或是剛剛提到的生育上面 那未婚懷孕 我們需要幫助他 幫他把孩子 幫忙他把孩子生下來 然後也幫助他的 有困難的孩子 就是幫助他們 那我們不要死亡的文化 我們要拒絕死亡的文化 所以墮胎還有安樂死 都是屬於死亡的文化 所以這是生命的福音裡面的 兩個重點 那第三份文件呢 是2008年信理部的 衛格的尊嚴訓令 這一份訓令裡面呢 就說明了很多 關於人工受孕的 不同的技術 這些技術裡面 有你為什麼它是 不符合倫理的 都講得很清楚 那這裡面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 從受孕那一刻 開始到自然死亡 所以這個第一個重點 跟我們剛剛看到的 生命的福音的重點 是一致的 從受孕那一刻開始 到自然死亡 這是生命 那第二個重點就是 人工受孕 和自然生殖科技的 倫理價值截然不同 因為這邊是要 幫助不孕的夫妻 但是幫助不孕的夫妻 人工受孕 是不倫理的方式 我們就不用 那我們用自然生殖科技 就是剛剛Jos醫師 為我們所分享的 自然生殖科技的方式 它是符合自然的 我們就用自然的方式 來幫助不孕的夫妻 他們擁有下一代 而且成效也很好 那這個是三份的文件 接下來我們來看 我們剛剛提到說 保禄六四 人類生命同語裡面的 結合和生育 不可以分開 這是重點的核心 那現在假如說 我們把它分開了 我們只要性行為 只要享受性行為 我們不要生育 所以大家想一想 我們只要性行為 不要生育的時候 就會想盡辦法去阻孕 阻止精卵結合 假如就懷孕了 那未預期懷孕 或是他就懷孕了 那人們會去選擇 用墮胎的方式 因為意向上面 就是不要孩子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現在說 我們剛剛是說 結合生育是不可以分開 那現在把它分開 我們現在是 不要性行為 只要生育 很想要小孩 但是不要透過 性行為的方式 那麼就會採用 所謂人工受孕的方式 人工生殖 人工受孕的方式 為了要得到小孩子 那從人工受孕裡面 會得到什麼樣的問題 那我們在 衛格的尊嚴裡面 就會看到 從受孕的那一刻 開始就是人 它是一個核心的一個價值 那假如用了人工受孕呢 裡面的問題是 好這邊都是 左邊這邊都是 所列出來的人工受孕的方式 我們這邊取的 就是這份文件裡面 講了很多 講了很多 但是我只取 關於體外受孕的 幾個例子而已 所以是冷凍精卵 那就會產生 所謂的買賣 捐買賣精卵的問題 因為我們會說 捐精捐卵 但是真的用捐的嗎 其實有時候是用賣的 比如說它是名校出身的 又是著名的科系 然後又很漂亮 然後又很聰明 那它的卵子可能 售價就比較高 所以有一些大學生 他們就去賣卵子 然後來賺取一些費用 所以會產生 買賣精卵的問題 這些都是倫理的問題 那冷凍配胎 剛剛女神父在影片中 他也提到了 會有所謂的冷凍配胎的問題 因為這些配胎 通常我們說 不孕的夫妻 去人工生殖的診所裡面 一次不可能只取一顆配胎 一次會取好幾顆 一次不可能只取一顆卵子 會取好多卵子出來 假如說我們說一次取六顆 然後機率也很好 那六顆和精子 在實驗室裡面 都把它都配對 都成為受精卵 成為胚胎了 那六顆裡面 可能會有四顆 放在40歲以上的 婦女的子宮裡面 因為要讓她的 活產的機率比較高 那另外兩顆怎麼辦呢 就放在冷凍槽裡面 那這個冷凍槽 有一些的配胎 都冷凍在裡面 都十年了 無人聞問 那後來就越來越多 因為儲存槽的空間有限 那不斷地有新鮮的配胎來 怎麼辦呢 為了要騰出空間 這些配胎 冷凍配胎 又無人聞問的話 那麼就會被銷毀 或者是拿去做實驗了 所以我們會說 配胎它就是人 要是銷毀它 它就死掉了 就摧毀它了 拿去做實驗 它一樣是摧毀它 所以會造成銷毀 冷凍配胎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是 配胎著床前 基因檢測 還有篩選 那產生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說配胎 在實驗室裡面製造之後 那例如說我們剛剛說到 四顆要放到母體裡面去 那這四顆 在放進去之前呢 通常會要求 看他們的性別是什麼 還有他們的品種是什麼 好不好 假如說配胎的性別 不符合品種 也不喜歡的話 那麼就會摧毀配胎 所以這會帶出 所謂的優生觀的觀點 那誰有資格說 誰被淘汰呢 所以這個是會 產生所謂的 檢測之後呢 就會篩選 篩選的話就會摧毀配胎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四顆的配胎 放到母體裡面之後 因為避免多胞胎的問題 所以可能會詢問病患 是要留下一顆或兩顆 通常會留下兩個 就是雙胞胎或融風胎 一次就剩兩個 那另外兩個怎麼辦呢 就是減胎 減胎就是相當於墮胎 那接下來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產生帶領育母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 剛剛コーニ 他也為我們分享過了 帶領育母他帶來的問題 有很大的倫理的複雜性 例如所謂的物化女性 還有會帶來所謂的 帶領育母的產業化 還有嬰兒的商品化 就會有前課 所謂前課就是中間的這些仲介 那他們去窮的國家 有些窮的婦女 他們為了要賺錢 所以他們願意把自己的肚子 拿來做帶領育母 然後就會有中間的前課 中介課來幫他們引建到一些國家 少數的國家 帶領育母是合法的 然後就到他們的醫院裡面去 那有些西方國家 他們的帶領育母是不合法 所以他們要用帶領育母 他們就到那些合法的地方 去找帶領育母 然後就生產 但是也會產生 不管是剛剛所謂的泰國的 帶領育母產下來的是 唐氏症的孩子 或者是在其他的國家 也產下來是有缺陷的孩子 那通常夫妻之前要求 要帶領育母的這些夫妻 有時候他們也就把孩子丟棄 給帶領育母了 也就不去找他們了 不去領養 不去把孩子帶回來 所以會產生所謂的物化女性 還有嬰兒商品化 產業化的問題 另外一個在衛格尊嚴的訓令裡面 提到的還是還有關於 有關於基因工程的問題 那我們說在2012年的時候 PRISPR-COS9 這樣的一個基因編輯的技術 被發現了之後 假如說在倫理上我們說 治療原則 是為了治療一個成體 一個病患 那這個病患 除了它的生殖細胞之外 是為了治療一個病患 因為它的基因問題 用基因編輯方式 治療原則去治療它 這倫理上是可以的 但是有一些族群 例如說Futurists 或者是Transhumanists 那他們對於 就是超人類主義者 還有未來學 未來主義者 那他們對於未來 是懷抱著很大的希望的 那他們就會要去 就是想要去基因增強 所以他們在推廣這個概念 所以想要用這個技術呢 來定制完美的寶寶 那這個完美的寶寶 就是可以在基因的 在實驗室裡面 去選擇它的基因 可以選擇它是180公分 這麼身高這麼高 然後它的智商也可以很高 180 然後它也可以 又會彈鋼琴 然後考試又考得好 又很聰明 又會跑步 又會大小提琴 那這個完美寶寶 會帶出來所謂的 責任感的問題是 這個寶寶它不是自主要來到的 是被設計來到世界上的 而且假如是用完美寶寶 其他的父母親也想要用完美寶寶 互相的比較 那有一天 這個寶寶他長大之後 假如說他的籃球打得不好 輸掉了 他可能不會怪自己不努力 可能會怪他的父母親 當初沒有給他選好的基因 那對於父母親 這個責任感的問題 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會比較 那是不是一直要去選擇 更好的基因 那會無形中給父母親 帶來一個另外 那一種所謂的 自由派的優勝 就不是納稅那個時候 政府介入的那種 那種安樂死計劃的優勝官 而是現在所謂的 自由的優勝官 每個人都可以自由的去選擇 要一個完美寶寶 去設計一個完美寶寶 那無形中給父母 帶來的責任的一個壓力 他是不是要為自己選擇 一個更好的寶寶 更好的基因 給自己的一個下一代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說 人工受孕 或是人工生殖 會帶出來的很多的 倫理的問題 好 那我們現在回到說 我們說結核與生育 不可以分開 那剛剛提到了結核 只要結核不要生育 那會有族孕 還有墮胎的問題 在台灣的墮胎的問題 我們現在說 在官方的資料 衛福部那邊 一年大概24到27萬 我們就說27萬人好了 一年27萬人的墮胎 墮胎的人次 那台灣的出生人口 是多少 一年大概不到17萬 所以我們就以17萬來計 所以出生的新生兒 是17萬 墮胎的人數是27萬 所以墮胎的人數 會比新生兒的人數 多了10萬人 所以墮胎的人數是很高 我今天參加了蠻多台的 這樣的線上的課 我今天才剛聽到 去年的墮胎率最高的是 也是台灣 好 所以這是以台灣為一個例子 那我們也說 結合 不要性行為 只要生育 那麼會用人工受孕的方式 人工生殖的方式 去擁有一個下一代 那麼我們剛剛也提到了 銷毀還有減胎的比例 減胎的人數 會比生下來的 多很多 很多 就是還冰凍的 會要銷毀的 那會多很多 所以我們會說 這些不管是 墮胎或者是 人工受孕的 這些犧牲掉的孩子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祖孕 這些被避掉的孩子 沒有辦法 精卵結合的孩子 更是無計其數 所以接下來會帶來 什麼樣的後果 就是所謂的人口危機 那這個人口危機 不只是在台灣 香港 中國 一樣 韓國 日本 或是在亞洲 很多的國家都面臨 所謂的人口危機 都是國安的問題 那西方的世界也是一樣 少子化 高齡化 勞動力減少 還有學校關門 產業缺乏人才 那中國大陸呢 是在今年的5月31號 通過了三胎化 因為自己知道 人口危機 帶來的未來的問題很大 那在台灣的話 少子化 那現在日本的高齡化 就是超高齡的社會 已經來到了 那所謂的勞動力減少 例如現在的勞動力 中壮年 要去申請要 裝冷氣機 要等啊 為什麼 因為現在勞動力 都是中壮年 在搬冷氣 所以他今天修完 搬完這台 晚上的休息了 他要等到明天 才能裝你家的冷氣 是後天才能排到 你家的冷氣 所以勞動力減少 那對於一對夫婦來說 這個勞動力 年輕人的勞動力 他們的肩膀壓力很重 是因為他們自己 可能有一個或兩個孩子 可能他們自己 因為現在的人都很高瘦 所以他們可能自己 夫妻兩人 自己的父母親 都還在 都還健在 甚至他們的爺爺奶奶 都還健在 所以這對小夫妻 他們除了自己的工作 要打拼 要很努力工作之外 他們還要去 扶養他們的孩子 而且要照顧他們的掌上 他們的年老的父母 所以對他們來說 他們的壓力很大 那學校的關門 是因為現在小學 有些學校就併校 有些學校就乾脆關門 因為小學生越來越少 那產業缺乏人才 我最近看一些 現在我們說high tech 高科技的這樣的企業 現在科技不斷地進步 那只要是裡面的 不管是CEO 或是他們的經理 或是他們的董事長 和主任 在談到他們的產業 是多麼的遠景的時候 通常最後一定會帶到一句話 就是人才 需要人才 那這個人才 有一位主管他提到了 所謂的量子電腦 現在都要積極開發 所謂的量子電腦 因為會跑很快 以後的運算速度 會好幾倍的指數型的增加 那他也提到了五年 因為缺乏所謂的量子電腦 也是最新最high 很新很high的一個科技 五年培養一個博士 五年之後 博士畢業之後 然後進入量子電腦的 這樣的一個研發 然後繼續 可是我們要想的遠一點是 我們的人不只是現在的年輕人 我們需要培育他 我們需要更多的現代的 新生兒的新生兒的年輕人 才能夠一代一代等他們長大 然後不斷地去培育他們 所以我們需要的是真正的新生兒 那我們也需要 這些新生兒 不管是他們的智力上面的培育 我們也需要他們是在他們的彼此環境 互相的互相幫忙 還有互相修期相關團結合作 這樣的一個價值觀的環境之下的成長 那這個是我們需要的 很需要的面對所謂的人口的危機 要面對的問題 好所以最後的這張 只是讓大家知道 對於墮胎還有人口受孕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倫理的問題呢 有幾個重點的核心 所以再幫大家複習一下 就是夫妻的性行為的兩種意義 結合生育是不可以分開的 然後還有就是人的生命 從受孕那一刻開始 一直到自然死亡 所以從受精卵開始 他就是一個人 因為現在的世俗社會 包括醫生 很多醫生他們也都說 胚胎不是人 胚胎不是人 那我們會說 有些人會說 14天之後 可以拿胚胎去做研究 我們就要問了 難道13天59分59秒的 這時候的胚胎 他就不是人了嗎 所以這是非常關鍵的核心 在我們談到墮胎 還有人工受孕倫理的時候 一個受精卵 他就是人 而且他的生長的 這個階段是連續的 從他的受精卵 胚胎 胎兒 然後嬰兒 然後出生之後 兒童 青少年 然後青年 少年老年 所以人的生命是一連貫的 從14天拿去做研究之後 這個人他就不在了 他就不見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對生命的概念 那他是從受於那一開始 那一刻開始 他就是生命 好 所以我這是 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 謝謝 是